大家好,我是爱玉眼神 今天带给大家攻略 2.1版全域抽卡建议 黄泉沙金分析减评 罗刹净流复刻还值不值得补 那么,我今天就用一个视频帮助大家规划 稍走弯录一 我们的卡池已经公布了 本期视频来简单分析一下即将登场的黄泉和沙金 再顺便聊聊老角色 罗刹净流复刻还值不值得补 给出一个强度向的全军抽法建议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大的来了 黄泉,虚无命途直上雷塞 没有能量槽,取而代之的是 通过敌人陷入负面效果来获得点数 点数够了就能开大 这个机制让黄泉在配队上绑定虚无队友啊 点名佩拉 然后这里展开说一下 佩拉的配置是比较讲究的 首先光追要带绝心如汉珠般闪耀 这样普攻能帮忙叠成 这个应该都能想到啊 其次佩拉的四魂对黄泉来说是有效星魂 甚至可以说比较关键 因为绝心如汉珠般闪耀 这个光追在怪物身上已经有弓线时 不能重复挂弓线 佩拉先放大招 大招在击中时顺带给怪挂了弓线 此时佩拉普攻就没法让怪泄入负面效果 所以需要战绩触发四魂 才能给黄泉跌到层数 这也是我认为佩拉会出现在角色持陪跑的原因啊 另外一个辅助位 银狼应该是最优 其他辅助角色 黑天鹅、贵乃、芬果、阿特 虽然都能挂负面 但他们不属于纯辅助定位 大概率算是下位代替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选择拉条的铜鞋辅助 让黄泉更频繁的放战绩来加快跌成效率 具体哪种会对伤害更高有待测试 但黄泉需要的辅助基本就在这里面选 大家可以先看看有没有或者是否存在占用情况 生存位的选择上存护命图优先 光追宇宙市场趋势 被机会给敌人挂灼烧 也能帮黄泉跌成性价比很高 个人认为黄泉会是一个很全面的角色 主场是混动回忆也高难负本攻坚 不出意外虚构讯事也能打 因为虚构不仅看角色对群能力 也看攻击频率黄泉开大最后一刀能对群 开大次数取决于上负面的效率 队友选择两个高速虚无辅助 或者是一个拉条铜鞋加一个虚无 并且前人中提到怪物给敌方上负面效果 也能帮黄泉大刀跌成 所以如果虚构里出现自貌鲸鱼和气泡犬 甚至重巡 那黄泉的出场机会还是挺多的 然后关于模拟宇宙 黄泉是直商不弃和虚无祝福 主要看能不能触发自食命图的贯中脑 我自己深有感触黄金与机械相比 黄与黄灾最大的难点在于 狗不住没法当乌龟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在怪物增伤叠起来之前击杀 不然可能就会满血被秒 黄泉伤汉集中在大招就很适合自食命图 如果能触发贯中脑 二连开大的话表现应该也是T0水准 主要黄泉秘技直接宰杀小怪 无论是打高难DRC祝福没成型之前 还是日常使用都能节省太多时间了 别的不说 就光是奔着宰杀小怪这个机制 我也会去抽一个黄泉 关于专武和星魂现在都还没有公布详细数值 就简单提一嘴 专武呢重点看能不能挂负面效果 如果有那相当于提供了额外的大招层数 加快循环就很推荐抽 说实话这个光追词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虚无命途的直伤类光追不多 像孤独疗愈猎物视线 加了多次持续伤害 黄泉用不了 所以四星陪炮里面特地放了一个 能用的相位代替丸与碎言 关于星魂作为一个周延性角色 再加上崩坏系列的传承 星魂的提升幅度估计会比较大 但各位要明白一个道理 一魂或者二魂很强 完全不代表这个角色灵魂就不能玩 龙丹二魂算是目前游戏内独一挡强度 但灵魂的龙丹也完全不弱 怎么说也是一个准一线输出的水平 所以黄泉星魂值不值得抽 要抽几魂等上线后 看了灵魂表现再决定也不迟 说完黄泉然后聊聊杀金 杀金只需要战绩就能给全队套盾 对比截魂的大招套盾会更稳健一些 护盾状态下的角色挨打能叠被动 被动满了触发追加攻击 同时再提供护盾 护盾可以叠加 大招是获得随机层数的被动 并且给怪物挂一个负面效果 增加我方角色爆伤 对于黄泉真理医生这些 依赖负面效果的输出还是比较实用的 并且杀金自身也能去携带宇宙市场趋势 准确来说挂负面效果和护盾 这两项核心能力 都比较契合线版本的需求 实打实的护盾 让杀金在面对泰山 降低治疗量的萨姆 以及能让自己伤害翻倍 群攻加单攻 一回合的斩杀剑 4000以上的核物朝向死亡时 都要更从容一些 另外在魔力宇宙特定环境的 超高群体爆发时 也没有自己被秒杀的风险 同时我认为 杀金存在了一个潜在优势 薛认 异域名音系列的怪物 大家可能在2.0版本接触的比较少 没有破盾之前 它们有减伤 如果未来有虚数弱点的 异域名音怪 那杀金可以凭借 追加攻击的群体确认 相比其他生存位更快破盾 同理在虚构叙事中 追击也能帮机子 更快展出被动 去应对虚数弱点环境 中校所述 我认为杀金是一个 契合版本 既抽既爽的生存位 能够增加皇权真理 这些依赖负面效果输出的上限 同时是追击队的最佳生存位 即便在常规配队里 也能达到限定五星的水平 推荐没有限定存户的玩家抽取 纠结扶悬杀金二选一的话 看你是玩真理一程多 还是量子队多 如果有扶悬则 根据自己追击队的使用频率 提高或降低优先级 对于玩真理没有托帕的玩家 建议确保抽完杀金 还有足够的星穷补托帕 如果已有扶悬加其他限定纷扰 那不是特别钟爱追击队的话 可以跳过 然后简单聊一下 罗刹和禁流的复刻抽取剑一样 罗刹的优势在于 残点和续航奶 只要不被秒就能一直奶回来 不过随着版本更迭 角色越出越多 这两项优势的竞争力在变小 因为早期玩家考虑的是打不打得过 而现在有了练度基础 更多要考虑的是打得快不快 罗刹这套技能组 没法给阵容带来上限的提升 再加上目前各大体系逐渐完善 战绩点分配比较明确 甚至有花火这种解放战绩点的角色出现 进一步挤压了罗刹产点的收益 而且现在怪物普遍爆发高 就算不说暴毙的情况 随便来个小怪碰一下半血就没了 罗刹自动释放的战绩用掉了 这时候想要解控就得主动放战绩 所以罗刹在一些高压多控环境中的 产点数量往往没有预想的那么多 对于没有限定纷扰的玩家来说 往长远考虑应该等货货复刻 对于已经有货货的玩家来说 应该考虑去补存户 减少高压环境中的暴毙情况 所以我认为罗刹在现版本没有抽取必要性 除非真的缺生存位 召集打混动回忆 不然都可以选择跳过 最后是静流 出道极巅峰的1.0时代最强主C 技能自带高爆接合攻击 队友布罗尼亚软玫提供增伤 让他各个城区素质都很高 0加1配置目前依旧是T0水准 男神梦乡混沌12层上午 即便有兵抗怪杰帕德 也能做到2-3回合结束战斗 除了配队比较依赖布罗尼亚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而不过说实话 目前也没有输出能从静流手底下 抢过布罗尼亚 这个问题只可能是没有布罗尼亚 3号位辅助的选择很灵活 无论你另外一队是真理亭云佩拉 还是卡黑软堕特队 都能很大程度避免决策战用的情况 就算目前多了米莎 能作为兵弱点环境里的下位代替啊 不过米莎大招的弹射机制 容易被boss召唤出来的小怪分摊掉伤害 这个我在之前纷扰旋路那期混沌12层深流感触 并且四星角色对星魂也有一定需求 所以我认为静流的抽取价值依旧在 但是专五跟下位差距比较大 要抽建议抽零加一 如果你现在是零加零也推荐补专五 没有专五的静流 打非弱点环境会有点吃力 星神陨落没有击破扫增伤 跟专五会差到20%左右 所以只是抽零加零的话 可能就相当于是把静流 当成一张冰落点环境里的对策卡再用 个人感觉没什么必要 或者说有点奢侈